來 瑪莉歐 瑪莉歐要講她 瑪莉歐一定有很多苦 年少不得志 她真的可以寫一本書了 少年中才好 其實那不是我 可以講到昨天的 如果以 如果說飲料來講 我覺得我是黑咖啡 黑咖啡之所以後面會回甘 她前面經歷過了多少的淬煉 多少的去熬 後來用高熱的水去沖它 一層一層過濾 才能有黑咖啡可以喝 你也火像一根甘蔗 對 其實Melody姐 你也看得到我從 你不要叫我姊 其實Melody也知道我從 我一直都很辛苦 玉琳哥也知道 我一直很辛苦 有夠慘的 那時候在酒吧上班 然後從一開始 我先講我人生其實 從2000年入行到今年2024年 我是後來的這九年才沒有 打過哪些工簡單 跟大家速速報告一下 來 我基本上都是吃的 跟服務業有關 從國光藝校進去 伴侶 對 伴侶者是後面 就是有烤雞 烤雞 炸雞塊 做雞腿便當什麼的 然後再來就是美式餐廳 然後從 所以掃廁所 從AJS 就所謂的 assistant junior server 然後一直坐 然後就是吧台 然後還去婚紗店 燒烤店 然後半夜去綁氣球 然後發傳單 然後跟人家談什麼 婚紗的那些包套 我基本上所有服務業 我都做了很多 其實我這一輩子 你說我這麼辛苦 其實我覺得現在 來回想起來 其實對我的表演是有加分 有 因為你看了那麼多 形形色色的人 而且說真的 Kindle其實 他跟我講說 瑪莉歐其實你 就是你經歷過了這麼多的苦 你現在演喜劇 你才有你的味道在 對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那些痛 那些苦 那些壓力 那些低潮 你演不出現在的快樂 偉大的喜劇就是 就是建立在悲劇上面 然後我這人生過程中 簽了約到了藝人 一路不順 所以一年12個月 只有9個通告 12個月 只有9個通告 但是一個月還不到一個 那你都錄些什麼通告 都錄什麼節目 都去幹嘛 就你的節目 什麼去月美的 都忘記了 那我算離玉琳的 對 所以玉琳哥算是 你看我看最早 對 因為那時候我不是 短劇什麼的 那些狀況劇 那時候我不知道他通告那麼少 因為他每次都跟我吹牛 說他很忙 我想說這個人自首可樂 就積極爭取他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知路大會就說 你要發瑪利歐可以 那你要再配個大咖 譬如說小鐘哥 或者是誰誰誰 你要帶一個大的 我才願意用瑪利歐 等於是有個大的 然後附贈瑪利歐 你是配我的 然後我在公司 基本上是 在經紀公司裡面是透明的 就是你去又自卑 又沒有價值 沒有價值 你沒有辦法 為公司帶來生產 你沒有產能 然後後來我就自己 跟憲哥要解約 所以那時候 憲哥就是從你身上得到啟發 有一句名言 就是憲哥先講的 藝人像一鐵要你知道嗎 有效再貴人家都要 無效 真的 他就是沒有效 也沒有什麼違約金都沒有 就好 謝謝 那我們就這樣子 瑪利歐加油 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不想要帶演藝去 我想說 女朋友也跑了 他說你能不能不要再做明星夢 對 你那個女朋友不是被那個人搶走了嗎 對 就是他說 你能不能不要再做明星夢 你就好好找個工作做 你幹嘛一天到晚等通告 當作藝人 後來是慢慢 我就想說 沒他黑馬好 就是多少做一點 然後才慢慢的有起色 慢慢的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進步 所以基本上 我有離開過圈子 然後再回來 再從戲劇 再回到綜藝 然後建立了自信之後 才有現在說 比較敢跟大家聊天 比較敢開玩笑 比較敢耍跑 那一路其實真的 16年沒有吹過冷氣 摩托車壞了 我從遼寧街推的摩托車 推回木炸 不敢坐計程車 遼寧街你給他推回木炸 7點多公里 苦不苦 你這個是 你這個是Triple Shot的Expresso 超誇張 超苦的 第一個 你要坐計程車的話 你要有錢 你坐計程車回去 你還在坐計程車回來 你要推摩托車去修 我又怕我的車會被人家 就是被人家坑說 你這個哪裡壞 我只敢推給我認識的車行去修 所以今天值得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爸爸給了我一個 很好的抗壓的 就是來 抗壓力 來 沒關係 我再苦我也可以撐住 而且我也不敢跟爸爸媽媽講說 我好慘 在外的遊子都報喜不報憂 怕他們擔心 可是現在很好了 現在你看第二攤也來了 現在也沒有什麼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要穩張穩打 因為我曾經有很落魄的時候 對 會緊張 天啊 那我怎麼知道下一個寒冬在哪裡 好苦 不行了 你贏了 但是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什麼 就是他把他的人生故事講完之後 我發現說原來他是在講 X又是星期一的內容 對 他其實都在宣傳 他講這個什麼故事 星期一裡面都看得到 真的 而且在星期一裡面 現在演大老闆還是主管 我是演主管 就是很機車的主管 就是本性演主 我馬哥有一個優點 他隨時會有危機意識 他在最好的時候他想說 要謙虛 因為寒冬 寒冬跟明天哪個會先到 沒錯 他不知道 搞不好這場錄完寒冬就來了 沒有 沒有 會 現在還幾月 現在還十月 地球暖化很準 而且外面都30度 應該還沒有到 佳納 佳納妳過得很幸福 妳會有什麼提唱 對 這麼漂亮 現在是 但是之前沒有 工作 風調雨順 戀愛到生產 收入 歸零 對 其實我的故事就是 像葡萄一樣 有枯有酸但是也有甜 對 因為我剛開始 讀大學的時候 我20歲 很多人說你要拍YouTube 我就沒有想很多 我去拍一部影片 我去選Bikini 然後放在YouTube 我就沒想到我就爆紅了 然後台灣男生 那時候多爆 那個影片 100萬 就是一天過100萬 然後我就發現了 第一部影片就100萬 沒錯 而且我沒有什麼團隊 我是自己拿就是 大家好 我來拍Bikini 那妳是出道級巔峰 對啊 就是算是運氣好 然後我的業配一直來一直來 我的業配都是像什麼 保險套 然後交友 軟機 很多就是成人 就成人的 男性的遊戲 沒錯 這個業配的價錢比一般的業配高很多 所以我那個時候20歲 然後我的收入可以一年幾百萬 就是沒文字 哇 那個時候對 算是不錯 然後有一個經濟公司 他們要簽我 然後問我要不要就是出協證書 然後我就派了協證書 他有沒有叫你漏機店 我沒有漏機店 但是我本來比較開放 所以如果要漏我也可以漏 我沒有漏 我就覺得這是OK的 然後沒想到三天內 那本現在還有嗎 還是可以買得到 好 可以 那是電子數 叫祖雄拿給你 對 他在畫面 對不對 祖雄 因為是電子的 對 然後我再把它印出來 那個時候大概三天內 我買了超過兩千本 算是很多 三天兩千本 然後他們要立刻跟我簽約 他們要發第二本 而且那個時候我想 你賣學證書 就是賺錢但是沒有很多 我就問他們要不要投資我 我要賣我的飛機杯 因為我覺得你看 你是男性用品 對 沒錯 我的粉絲都是男生 而且他們喜歡看我的照片 一邊看一邊用 我覺得很不錯的 小鐘就其中之一 要 但是剛好那個時候我就開始談戀愛 然後我的公司 他們是很反對我公開 因為他們說這個我的工作會受影響 但是我是沒辦法騙人 我覺得我有男朋友 我要跟大家想 我不想講 我不想假裝我是單身 反正我們就被拍到了 然後我就公開了 我有男朋友 他們就立刻跟我說 他們不要投資我 也沒有第二個 天啊 對 因為風險太大 他們就覺得沒有人要買 因為已經有男朋友了 我就覺得 喔 好 算了 然後後來我就回運了 然後我有幾個業配在談 像高粱酒 保險套 就不能做 怎麼做保險套 我回運了 自己沒有帶怎麼做 對 然後我就算了 就沒有 沒有這個業配 後來我就沒工作了 我的收入從 每一個月 其實完全變成 幾千塊 那個時候我真的很崩潰 因為我要付我的學費 我連錢付學費都沒有 我一直在家就哭 然後祖雄就看說 沒關係 這個是一個專輯 以後就會好 就是 祖雄還安慰你喔 對 祖雄自己有沒有覺得 是他害死你 對 所以他還死我 就是我叫他那 你就付錢 不然再付我們錢 過生活 對 你就乖乖幫我付學費 幫我付所有的生活費 但是後來我就生小孩 現在就可以是有什麼 小孩的業配 就 對啊 慢慢轉機 但是那個 小燕姐現在幾歲 26 OK 好年輕喔 還是很年輕 26喔 所以機會很多 機會很多 26歲還很年輕 那個時候我覺得好可怕 從 會緊張 超緊張 因為沒有計劃好懷孕 就計劃 就懷孕了 其實我想要懷孕 但是就沒想到很快 一次就中了 是突然妳也沒有想到會懷孕 對 我們就 沒有防 他只是覺得 OK 來 那妳之前帶有那麼多保險套 為什麼不叫祖雄套一套 因為不帶很爽 不帶很爽 就算了 自己要問啊 等一下 對 後來就是生了小孩 就慢慢開始變成 有這樣的媽媽的用品來找 對 是一個轉機 現在女藝人反而是 結婚以後行情更好 因為就更寬廣了 跟媽媽跟小孩有關的 通通就都能代言 或者能業配 還是要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來 差又是星期一 好 OK 這個10月6號起 已經開始播出了 已經播了 現在已經 我覺得線上平台 大家應該都可以看到 播急速了 包括在My Video 愛琪以及MOD 愛琪Hummy Video 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說有幸 你轉到東升戲劇自主頻道的話 晚上8點鐘也會播出 在禮拜天的晚上 禮拜天 好 大家 我們全部的觀眾 來動起來 我們一起來支持 差又是星期一 謝謝 祝福大家每天都很美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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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ressi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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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